用四年要把圣经读一次 每天在家里只要读四分钟 来 next 这一个礼拜回去 我们要从创世纪第21章到25章 那这次才是第四次而已 所以还没有赶上的人可以追上来 没关系 好 我们从就业开始 来看这个图 我们就业包括 这是什么 摩西五经 加上历史书 这个十七卷就是主轴 然后诗歌之会在下面补充 大小先知在下面补充 这个就是旧约 那我们现在从创世纪开始 来 创世纪讲什么 事件事 事件事情 创世纪加四个人物 那哪四件事情呢 创造 墨落 洪水 大贝塔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就是讲四个事情 然后就叫做太古时期 四个人物呢 哪四个人物 护拉罕 邮落 monter 扎 沙 雅渥 约 约 这四的人 这是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 都在讲一个四的人 叫做令主时期 那我们现在讲 创世纪 这个礼拜图期呢 是从二十五章开始 这个讲过了很简单 我们把它 那个阿伯拉罕认为三个时期 一个是开启时期 一个是 成熟时期 第一个是高峰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乌尔开始一直走 走到哈兰 哈兰继续走 走到哪里 世界 世界下去呢 波特利再下去呢 南地进驻埃及 从埃及又回来了 在这里以后 亚伯拉就跟罗德分开了 罗德就回去手动马德摩拉 后来他们化成四王王战争 然后罗德被抓 罗德亚伯拉就把救回来 在希伯仁这个地方 第二个时期就是立约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回去 从这边开始 就是以撒出的呢 以撒也是第八天新歌迷 这以前讲过了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第八天 但是1952年被一个博士发现 所以第八天就是最好凝血 最不痛 所以现在已经知道了 好 地盘行隔离 行隔离的时候 亚伯拉一百岁 那在断乃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这个以撒被欺负 被谁欺负呢 被他的哥哥欺负 被夏甲欺负 因为圣经写着 撒看见夏甲 给他的哥哥的嬉笑 嬉笑是什么 巧笑 因为他的哥哥大 十四岁 可能不可能欺负他 当然可能 所以 那个 撒就跟亚伯拉说 把他赶出去 亚伯拉就很难过 但是上帝跟他说 你不要难过 从以撒出来的才是 叫做你的后裔 但是我不会亏待 另外一个儿子 我也要让他成立大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二十二章开始的 他是高峰直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开始上帝 要那个试验 亚伯拉罕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说 你把你的儿子 你的独生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是把他带到摩利亚山 把他献为还祭 献为还祭是什么 把他烧逛逛 这叫献的还祭 好 他们就走了 走到第三天 为什么要到第三天才到呢 因为 从贝斯巴到 六十二公里 他从这边 走到这边 六十二公里 那这个地方 摩利亚山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千年后的圣殿 圣殿就是建在这个地方 这一千年前 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圣殿 现在是回教所建的 那里面 那个回到里面 就是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 当初亚伯拉罕 献上那块石头 就是这块 从上面开下去就是这样子 石头 那听说这个石头 后来就是 穆尔默德 五十二岁的时候 一次成为石头圣殿的 他一踩下去以后 所以你现在去圣殿看看 有个脚印 等到灯 穆尔默德踩下去的脚印 另外呢 听说旁边捡了一个符子 就是 他留下一个符子 这是回教所做的事情 好 以撒 就带着木材 有人一直问 那个 亚 那个 上帝叫他献的时候 以撒到底几岁 但是看很多人都知道 他应该是十多岁 应该是十多岁 你看自己可以 带着东西 上去以后呢 以撒就问 他爸爸 佛 财 对有人 那个羊在哪里呢 上帝 也亚伯拉罕 他说什么 神必自已被 但是也是把他绑起来 放上去 当亚伯拉罕要杀的时候 天使出手 不可以害他 然后很多世界名化就产生了 你看这么大 对不对 他要杀的时候 天使说不行 你看这个怕的要灭 这个都是世界名化 然后呢 天使就跟他说 现在那个神跟他说 我知道你是健卫神的 你没有把那个独身的 你最爱的那个人 藏着不给我 就说呢 那个羊在哪里 这个地方 把那个地方命令 叫不好 耶和怀 你这就是什么 神会你被 那神就说 好 你既然这样的路 我给你大福 路子孙 我给你像天上的心 地上的啥 你会得到福气 然后接下去呢 出现一个拿赫的家族 为什么 因为要交代 他的儿子有个叫做比吐利 这个比吐利呢 有一个女儿叫做什么 利吉拜的家 就是将来要嫁 所以他这个交代 你看这个土就知道 他不是生的亚伯拉罕 拿赫 哈兰吗 哈兰呢 这个是拿赫 不好意思 拿赫在这里 他有个儿子 叫做比吐利 比吐利 他的女儿也是 利百家 就是叫做 嫁 杀的 好 第23章 有交代 那个他的太太 那个沙拉死了 一百二十几岁 那死在希伯伦 亚伯拉罕就帮他什么 买墓地 他要去买 买一个地方 叫做麦迪拉洞 那要买的时候 那个主人说 算了 你拿西洋要好 那叫他 那个亚伯拉罕 要他要给钱啊 那个老板就 哈 多少钱你知道吗 这个是麦迪拉洞 在这个地方 希伯伦的地方 给他多少钱 四百色的名字 贵不贵 很贵 为什么 因为大卫买了河场跟牛的时候 只有五十色格勒 后来甚至买那个建设的那个地 那也是只有六百色格勒 那耶利弥呢 曾经去买一块亚拿图的地 也是有七色格勒 所以他买的很贵 四百色格勒 但是这个地方 现在变成什么 它是这个亚伯拉罕第一块买的地 唯一买的地 那块地呢 后来涨了很多人 这么多人 亚伯拉罕 他太太 以撒 以撒的太太 雅各 毕业 通通埋在这个地方 现在在或在 在 这里 现在他们改建建得很大 听说里面那几个都还在里面 这是里面的教堂 二四章 亚伯拉罕就叫他的一个仆人 你到哈囊那边去拿贺的城 去帮以撒娶个太太 我不想让他人去迦南人 而且去了 去迦南以后呢 要去之前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很多人看不见了 对不对 就是两腿之间 就是LP的地方 这个当时 很严重的 这很重要的启示 才会放在那个地方 很重要的 要救护的时候 他就放在那边 就去了 从这里 往回走 到这里 哈囊的地方 然后他就讲 我是说吞到水 怎么样 就设想一个故事 结果呢 那里面真的遇到这个100家 100家 就给他用水 然后他就把桌子 跟他的金盘 给他带上去 100家就回去 跟他 爸爸跟哥哥讲 然后他哥哥就跑过来 他哥哥拉班就出来迎接他 就带回去了 然后故事又讲一次 所以这次 圣经节很常都在讲这个故事的 然后呢 他哥哥跟他爸爸就于婚事 为什么 他们讲一句话 正是出于耶路华 我们不好讲话 耶路华讲这样子 我知道 给你吧 然后就问他 100家就说 我要跟他们一起去 100家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去了以后 以撒就取代为妻 然后他就得了安慰 表示他一直很久 大概很忧郁 现在就开始得了安慰 然后呢 就进入第二个人 以撒 这个人是个好先生 没有什么话 所以圣经只有三章 第二是早年 中年晚年 第一章二十五章里面 就交代 佛兰 又交差了 就死掉了 然后 后来呢 170岁就死掉了 然后他也去埋在这个道 然后呢 以士玛利 这个不重要的人 也给他交代过去 137岁 你会发现圣经有一个原则 叫做老二原则 不重要的就先讲 讲完以后 把这个不重要都割掉以后 就开始一直讲最重要的 这是不重要的 这是不重要的 把他删掉 然后 但是 上帝有答应 他也要照顾你士玛利 所以他的十二个儿子呢 也做了十二个主长 上帝很公平 雅各也是十二支太 这个也是十二支太 那 这些人呢 先进阴天 阿拉伯人的主权 就是这些人 那这个有个 那个 迦普 雅布兰是撒 不是 他是生撒 对不对 下甲这边是以士玛利 那那边 他后来又取了一个 这个基督 基督他 圣着一堆的 这些后代 但是 这个交代阿弥 这个以士玛利也要交代啊 所以以士玛利 十二支太 另外 加福也在圣经出现了 然后就把那个以士玛利就 放到旁边就没有再讲了 然后呢 开始 重要的出来 就讲雅各 跟那个伊萨 一开始 伊萨就不生 然后呢 伊萨就为了伊萨求 上帝给他什么 玩一个双胞胎 尔伯拉罕呢 一百岁也生以撒 以撒六十岁也生两个孩子 就是这两个双胞胎 伊萨就是以后的以东人的祖先 雅各呢 就是以色列的祖先 这大家都清楚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 两个人在布子里面打架 但是你也会跟他说 大的要不是小的 所以你就出现了 然后这两个孩子呢 出来以后呢 老大喜欢打类 老二喜欢在家里 老大 爸爸爱老大 妈妈爱老二 这就是家庭的问题 有一天 出现一个 他哥哥 把他的长子名称 卖掉 那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长子名称 长子有什么名称呢 第一 第一 他可以获到双位称 第二 他可以做一家住主 当家庭积累了 他是祷告的人 然后还有这些 那个上帝对他 会让以撒讲的 你们获益还多 你们土地 国家 有这个东西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以撒的一嫂 根本不注重 他出去打类 回来 口渴 看他的弟弟煮红豆汤 他说 你们让给我吃吧 他弟弟说怎么样 你把长子名称给我 他哥哥说什么 你不要死啊 那长子名称干什么 拿去拿去 然后他就他 喝了以后呢 以撒 吃了 喝了 变起来 拍拍地鼓 走了 很不重视 对不对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很多汤 但是他吃了那一碗 西伯来书写 他贪内世俗 足以少 就是这个人 他当时都是贪内 为什么 他因为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称卖了 就是新约 其实就这样讲 什么是一点食物 就是眼前的固执 把这个什么 属里的东西 可以看清 就丢掉了 所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经过了 我们这位 这个礼拜回忆 就死到这边 好 敬起立